女孩走进皇宫 眼前量身定制的高级时装任她挑选 衣服和鞋子都只允许穿一次 每天都会扔掉换成新的 价值连城的钻石项链 也即将归她所有 只因她即将要成为奥地利的皇后 她便是那个热爱骑马追求自由的倩倩公主 出生于巴伐利亚的贵族家庭 从小远离宫廷自由自在地成长 在情窦初开的年纪 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坠入爱河 嫁入王室成为奥地利皇后 不过在这之前 倩倩还只是个为了逃避相亲 翻墙逃跑的小公主 只因母亲为她安排的相亲对象实在太过寒碜 倩倩不愿为生于没有情感没有意义的婚姻 她想寻求的 是能够满足她灵魂的男人 但当她满身狼藉地回到家中时 母亲却被她的人性气得不行 这已经是她拒绝的第四位公爵了 母亲表示如果再这样下去 将会没有人愿意娶她 但倩倩却表示她的人生要自己做主 看着倩倩依然固执己见 母亲一怒之下甚至想把她关进封人院 只是现在 还有一件更紧要的事情等着母亲处理 那便是倩倩姐姐海伦的婚事 而姐姐海伦的画像 此时已经送到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的面前 弗朗茨因伯父斐迪南一世没有子嗣 这才被立为皇储 又由于年幼继位 正在掌握实权的是她的母亲大公妃 面对难民们的求饶 心地善良的弗朗茨已经心软 但大公妃看到这一幕 立刻下令处死了难民 而对于弗朗茨的婚姻 大公妃更是独断专行 为她挑选了自己妹妹的大女儿海伦公主 准备在弗朗茨生日这天安排两人见面 一路上 海伦看着弗朗茨的画像十分憧憬 而母亲害怕倩倩在家惹事 便将她一同带到了这里 却不知这一个决定 彻底改变了姐妹俩的命运 到达城堡的第二天 母女三人就发现她们的行李出了问题 箱子里装的全是丧服 因为她们这次顺道要去参加一位亲戚的葬礼 海伦和母亲急作一团 倩倩表示姐姐很美穿什么都没关系 但姐姐觉得她什么都不懂将她打了出去 然而赤脚在外面散步的倩倩 净意外偶遇了弗朗茨 看着英俊的背影 她一时站在原地出了神 当弗朗茨回过头来时 她立马躲到一棵大树后面 而弗朗茨也好奇地追了过来 这还是弗朗茨第一次被对 眼前率真可爱的女孩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至于到了正式和海文相亲时 弗朗茨的目光都一直飘向旁边的倩倩 漂亮的姐姐是被内定的皇后 可偏偏皇帝 却对相貌出众的妹妹一见钟情 倩倩被安排和弟弟们坐在一桌 而弗朗茨的眼神 常常会落在倩倩的身上 毕竟倩倩公主有着享誉欧洲的美貌 倩倩率真的性格 很快也吸引了二皇帝马克西米的注意 甚至直接当着外国女友的面 向倩倩表白 但倩倩显然对花花公子不感兴趣 随后马克西米竟开始与女友当众秀恩爱 倩倩直言这种行为应该回卧室 她的大声让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母亲为了化解尴尬提议大家出去散步 让两个孩子单独相处交流感情 为了表达对弗朗茨的爱慕 海伦送给她自己亲手绣的手帕 可不久后弗朗茨看见她大汗淋漓 又绅士地将手帕还给了她 显然她更中意性和开朗的倩倩 回去过后 倩倩并未像姐姐坦白内心的真实情感 而是选择躺在地上 让自己躁动的心平静下来 结果这一幕却被路过的弗朗茨看见 倩倩向她分享了这个降温的方法 弗朗茨也在倩倩一旁躺了下来 她很久没有如此轻松的感觉 似乎只有在这个可爱的女孩身边才能做到 于是在深夜 睡不着的弗朗茨将倩倩召入自己房间 毫不避讳地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弗朗茨一步步靠近 但倩倩却觉得这样不行 她不能够对不起自己的姐姐 弗朗茨喜欢倩倩的率真 喜欢倩倩的自由 倩倩也终于觉得 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得自己的人 于是在万般挣扎下 她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 在第二天的生日庆典上 弗朗茨当众宣布了她的求婚对象 这一决定无疑让众人都十分意外 海伦更是无法接受直接跑了出去 倩倩追上去安抚前 还与弗朗茨深情对视了一眼 但姐姐却不想听她的解释 直接给了一巴掌 并且要求她拒绝皇帝的求婚 不论倩倩如何解释 被伤透了心的姐姐也不想再原谅她 而对于弗朗茨的擅自决定 大公妃也非常不满 然而这一次弗朗茨态度坚决 根本不容反驳 她表示非倩倩不娶 没办法的大公妃 只好想办法把倩倩变成她想要的儿媳 就这样 倩倩公主撬了姐姐的墙角 被送进奥地利皇宫准备婚礼仪式 然而天真的她却不知道 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为了检查少女是否完毕之身 医生拿出一根小圆管 女仆则在一旁为她照灯 少女痛苦地躺在床上 忍受着此刻被众人围观的羞耻 直到忍不下去一脚踹开一声 倩倩公主坐起来 表示自己绝对洁白无瑕 结果这时医生却说她什么都没看到 一旁的侍女连忙打圆场 表示一定是因为倩倩公主经常骑马 虽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但按照王室的规定 必须要经过科学的鉴定 她才能成为皇后 无奈之下倩倩只好躺下 再次忍受极度羞辱的检查 终于被判定为有嫁入王室的资格 然而要嫁给心爱的弗朗茨 成为奥地利的皇后 倩倩要忍受的还远不止这些 刚刚抵达皇宫的倩倩公主 一下马车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思念 想要当众亲吻弗朗茨 但这在众人眼里是不合规矩的 还未能和弗朗茨说上话 倩倩就被大公妃和女嬷嬷带走 要教她皇宫里的规矩 能够提高生儿子的概率 即使倩倩的腰围只有41厘米 但层层勒紧的竖腰 依旧让她喘不过气 她想要渐渐扶朗茨 但女嬷嬷却告诉她还不是时候 倩倩只好换身礼服出去散散步 身后还是有十个侍女贴身跟着 而且趁着倩倩离开 大公妃和嬷嬷立马翻看倩倩的私人物品 总结下来就是倩倩还需要多加管束 这边散步的倩倩 偶遇了二皇帝马克西米 马克西米再次向倩倩表达了爱慕 她试图告诉倩倩这座身宫的恐怖 想让她在身陷之前抽身逃离 然而此刻深爱弗朗茨的倩倩 根本听不进去这些 她转身离开 而这一幕也被远处的弗朗茨禁收眼底 经过了一系列宫廷规矩教学 以及身体检查后 倩倩终于在晚宴上见到了弗朗茨 然而此时主教却在一旁打去 表示有幸见证了未来皇后的纯洁 这无疑让倩倩非常不爽 大公妃表示主教只是在履行自己的指责 但倩倩却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 她的直言不讳 让气氛再次陷入了尴尬 这时母亲立马假装打翻盘子转移注意 大公妃表示倩倩需要去休息一下 倩倩本想向弗朗茨求助 结果她也让倩倩去休息 失望的倩倩只好狼狈地离开 此刻的她似乎才意识到 明天即将到来的皇家婚礼 似乎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般美好 第二天一早 是女们要为皇后舒适打扮 但倩倩却不见了踪迹 就在众人焦头烂额时 姐姐海伦在一个熟悉的角落找到了倩倩 她决定与倩倩单独谈谈 海伦很理解倩倩此刻内心的压力 作为一起长大的姐妹 她还是决定兵士前嫌成为妹妹的依靠 调整好心情的倩倩 随后便在众人的服饰下 穿上华丽的婚纱 坐上透明的马车 接受全国人民的审视 西西公主在五名侍女的帮助下 被套上巨大的裙称 换上华丽的婚纱 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婚礼 西西身穿白纱走进奥古斯丁教堂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一步步走进她的丈夫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弗朗茨掀开西西的头纱 为她戴上婚戒 两人就此携手 走进了一段因爱情结合的皇室婚姻 新婚夫妇携手走出教堂 接受所有人民的欢呼与祝福 见证这一场世纪婚礼的诞生 暮色时分整座皇宫 灯火通明 今晚他们将彻夜欢庆 这场盛大的皇室婚礼 西西和弗朗茨 在众人的注视下来到舞会 看着弗朗茨充满爱意的眼神 她本以为这就是一切幸福的开始 但随着舞池里的人群开始转动 西西发现有位女士一直在盯着她 眼神也称不上友好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这位女士一定与她的丈夫有关系 然而弗朗茨却表示自己不认识她 显然西西也并未相信 弗朗茨的确有所隐瞒 女人正是弗朗茨婚前的生活助理 但与西西定下婚约后 便与女人彻底断了往来 只是女人单方面不愿放弃 心事重重的西西决定 独自一人散散步 但女人很快就找上了她 性格直爽的西西也从不拐弯抹角 直接询问女人与弗朗茨是什么关系 女人表示在这座宫廷里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任务 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西西以皇后的身份宣告了主角 但她还是觉得这件事情 要与弗朗茨敞开谈谈 而此时的弗朗茨正忙于商议国事 并未注意到西西的情绪不对 让她先离开 西西只好再次尴尬地退下 而弗朗茨这边的确是有十分要紧的国事 此时英法与俄国的大战 他们正面临着严峻的战队问题 但弗朗茨却想要保持中立 因为她认为现在的奥地利 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发展 她打算修建一条铁路 正在向一群资本家拉投资 但资本家们比起投资铁路 更有兴趣投资军队 本就没有意向了他们 在被西西皇后打断会议后 纷纷找借口离开了 此时被冷落的西西独自外出散步 却偶然撞见了在池塘里发酒疯的父亲 她本想从父亲这里寻求一丝安慰 但父亲散漫无礼的态度 却更加增添了她的烦恼 甚至到这一刻 父亲都不认为西西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后 回到舞会后 西西看见弗朗茨正和姐姐在开心的聊天 这不免让她觉得 把姐姐留下来是个错误的决定 于是在皇帝与皇后 在舞池中央线上最后一曲华尔兹时 西西的父母以及姐姐海伦 也在此时被连夜赶出了皇宫 这是西西皇后的新婚之夜 女默默在一旁教她原房的规矩 首先一条就是全程不允许脱下这件睡袍 当西西忐忑地走进卧室时 发现她的丈夫弗朗茨 也穿着一件款式相似的睡袍 弗朗茨开口第一句话 就主动承认自己对西西撒了谎 她坦白地与生活助理的关系 并向西西保证那都已成为过去时 按照奇葩的规定 今晚他们无法坦诚相见 这时弗朗茨主动躺在地上 就如同他们初次见面那天一般 随后西西也躺到了她的身旁 两人一起感受着此刻的宁静 伴随着第二天的晨曦 西西一睁眼便看到了 弗朗茨安静的睡眼 轻抚她浓密的眉毛将她唤醒 终于在这个美好的早晨 完成了本该在昨晚就进行的仪式 两人的蜜月时光如焦似漆无比甜蜜 默默也在时刻向大公妃汇报西西的情况 西西原本以为身为皇后她有很多事情要做 结果却是每天和侍女们一起秀画 听着他们谈论一些无聊的八卦 好在深爱她的弗朗茨 还是会抽出时间带她出去散心 西西喜欢画画 弗朗茨就无条件地成为她的模特 丈夫的无限宠爱 成为了西西在深宫中的唯一未解 毕竟身为婆婆的大公妃 会时刻提醒她身为皇后的职责 蜜月结束后的弗朗茨 也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处理国事上 此刻的局势已经愈发紧张 俄国的军队已经在逼近边境 主张战争的大公妃让弗朗茨不能再退缩了 但弗朗茨却坚持自己的态度 为了避免无意义的军事行动 她决定邀请沙皇的儿子亚历山大到维也纳 从黑森归家的亚历山大政途径巴伐利亚 弗朗茨要写信邀请他们来过周末 但大公妃表示时间太紧 他们来不及准备一场隆重的宴会 西西却在此时提议 可以用一场狩猎代替隆重的宴会 能够与之亲近也能不受打扰的好好意识 弗朗茨认为西西的提议很完美 便决定由她和皇后西西一起 接待未来沙皇和她的妻子 然而在出发前 大公妃还是打扮得光鲜亮丽地上了马车 她绝不允许年轻的皇后 盖过了自己的光芒 皇后每天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要喝下三个生鸡蛋 随后嬷嬷又端上一盆胎盘 一旁的侍女听到差点恶心地吐出来 但为了给皇室生下继承人 皇后不得不每天吃下这些奇怪的补品 可即使是这样 她的婆婆依然还是不满意 毕竟她曾经每天要在盐水里 泡到皮肤像鳞天一样剥落 吃了六年的生鸡蛋才成功怀上儿子 大公妃希望西西能够做好她身为皇后的本分 但任性的西西还是违背了她的意愿 来到庄园 准备参加招待沙俄太子亚历山大的狩猎会 西西挑选了一杆喜欢的枪 但大公妃却在此时制止她 表示打猎是男人的事情 西西不好当中反驳大公妃 只好以女主人的姿态招待沙皇太子妃 在散步的途中 沙皇太子妃表示她对西西非常好奇 她想知道西西能成为皇后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毕竟玛丽安托瓦内特有非常多漂亮裙子 而叶卡杰琳娜二世据说有二十多个情愿 而她则非常喜欢动物 养了四十八匹马 很多狗和两只猴子 另一边的弗朗茨 也趁着打猎的愉悦气氛 与亚历山大聊起了国事 随着两人友好的交流 亚历山大并不排斥撤离军队 只是她要在狩猎结束后再做决定 然而美好的局面 却在弟弟马克西米到来后彻底转变 觊觎皇位的她想要让哥哥下台 于是在背后拱火告诉亚历山大 如果额法在战争中相互毁灭 那么奥地利将会坐收渔翁之力 虽然亚历山大并未完全相信 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在了心里 于是在下午打猎时 她邀请西西皇后与自己同行 亚历山大想从这位年轻的皇后口中 探寻弗朗茨的真正意图 然而两人还没聊几句 亚历山大就发现了西西身后的野猪 她立马举起枪瞄准想大显伸手 结果却意外地打偏 还激怒了野猪朝他们冲来 亚历山大立刻再补一枪 没想到又一次打偏了 正当野猪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时 西西皇后就这样成为了今天的神枪手 晚宴时大家举杯为她庆祝 而此时也有人指出 是西西救下了沙皇太子的命 这无疑让亚历山大瞬间黑脸 亚历山大认为 弗朗茨故意给她准备了一杆不准的枪 想借机羞辱她 两人此前建立的信任彻底崩塌 亚历山大邪家眷连夜离开了城堡 这场友好建交以失败告终 所有人都认为是西西的错 就连弗朗茨也指责西西不懂得克制 她将西西留在这里反思 自己要与母亲连夜回去商议国事 在所有人指责的眼神中 西西甚至也开始怀疑是自己做错了 这时弟弟马克西米找到她 安慰西西她没有做错 错就错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只能是为别人鼓掌的存在 既要赏心悦目还不能抢走主角的风头 这段话第一次让西西意识到 自己扮演角色的位置 随后西西在马克西米的陪伴下回到皇宫 此时的弗朗茨面色阴沉地等在门口 看到西西和弟弟在一起 无疑让她更加生气 但她还是忍住情绪没有发火 让西西早点去休息 然而此时西西却感到一阵覆头 西西皇后盛装打扮 今天她要去访问群众 女默默却在出发前叮嘱她 绝不可以与百姓接触和交流 就连她想要掀起帘子 看一眼马车外欢呼的群众 都立刻被默默制止 当西西来到要参观的钢铁厂时 百姓们见到美丽的皇后都十分兴奋 看得出来西西很受大家的爱戴 厂长也献上专门为皇后打造的礼物 热情介绍工厂以及工人们的情况 表示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次访问活动 工人们甚至主动捐出了一天的工资 然而西西此时却注意到 工人们破烂的衣服和他们伤痕累累的手 不免对厂长的话产生了怀疑 这时她看见一个小女孩正朝屋外张望 于是西西不顾嬷嬷的阻拦 执意要去进去厂房里参观 恶劣的环境让西西十分震惊 随后她便发现那个小女孩连鞋子都没穿 得知女孩年纪轻轻 就要做如此辛苦的工作养活自己 西西立马脱下自己精致的皮靴 送给了女孩 结果嬷嬷却暴跳如雷 她表示皇后的脚不能接触肮脏的地面 西西不想理会嬷嬷的规矩 但下一秒她还是被士兵抱了起来 人们本以为走进工厂的皇后 真的关心他们底层的生活 结果看到这一幕却大失所望 人群中的欢呼渐渐变成了指责 说她是个角柔造作的女人 虚情假意的皇室成员 可怜的小王子也成了宣泄对象 现场的情绪越发不可控制 眼看就要发生暴乱 西西立马被送上马车离开 回宫后嬷嬷提醒西西先穿上鞋子 但这却彻底刺痛了西西 她表示如果让她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就不会发生刚刚的一切 为了表示反抗 西西丢掉手套 踢翻鞋子 脱下身上一切繁杂的配饰 回到房间终于委屈地哭了起来 然而得知了此事的弗朗茨 与大公妃连忙感爱 一直不喜欢西西的大公妃 借机把她贬低得一无是处 不想婆媳矛盾升级的弗朗茨 先把大公妃请了出去 但这次弗朗茨的态度 却是与大公妃一致 她也认为西西的行为太过任性 亲近底层百姓的举动 更是不可理喻 因为她也认为身为皇室成员的他们 是凌驾于百姓之上的 西西表示她只是想要关心受苦的百姓 但弗朗茨却认为 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西西一气之下 砸起一颗水果朝弗朗茨砸了过去 夫妻二人也就此陷入了冷战 此前因为西西在狩猎场上 让沙皇太子亚历山大觉得受辱 两国的关系变得紧张 就在今天上午 不想参战的弗朗茨 此时也不得不派遣军队前往边境 她贵为皇后却穿得像个巫女 每天和下人们私混在一起 全然不顾她一国之母的形象 过着纸醉精迷的糜烂生活 每晚喝的烂醉凌晨才回到皇宫 自从上次西西皇后引起暴乱后 她便开始与弗朗茨冷战赌气 但弗朗茨还是架不住对妻子的宠爱 知道西西被困身公渴望自由 便送给她一匹白马 甚至还讲起了冷笑话 只为哄她开心 随后西西开心地在皇宫内骑马 却发现很多条路都禁止她同行 西西这才明白 即使有了片刻自由 那也是有限制的 而得知了弗朗茨对西西的纵容 大公妃非常不满 她认为西西这个叛逆的皇后 削弱了弗朗茨作为皇帝的威严 彻夜狂欢的行为也损害了皇室的形象 她明确地告诉弗朗茨 接下来会由她来处置皇后 紧接着西西就被大公妃叫去谈话 大公妃告诉西西 他们的王权此刻正摇摇欲坠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免于毁灭的皇后 一个光芒能胜过这个时代的皇后 但显然西西不是这个皇后 大公妃给了西西两个选择 要么称并返回巴伐利亚 取消与弗朗茨的婚约让她另娶他人 要么留在这里但要遵守另外的规矩 她会为西西在北溢准备一个房间 没有侍女独自生活 弗朗茨也只能在规定的日子前来探望 大公妃决绝的态度不容西西置疑 她本想去告诉弗朗茨 因为她不相信弗朗茨会支持这样的决定 然而此时弗朗茨的避而不见 似乎表明了她的态度 孤立无援的西西 此刻瞬间觉得天旋地转 而一直深爱西西的二皇帝马克西米 此时也得知母亲要将她逐出皇宫的消息 本就有意篡位的她此刻更加想要保护西西 并且这段时间 她已经默默在背后获得了主教和部分大臣的支持 马克西米想要趁虚而入 西西立刻将她推开赶出屋外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但马克西米随后还是找到弗朗茨 明确告诉她这个皇帝已经失去了民心 而她正打算取而代之 并且表明自己已经得到了教会和军队的支持 甚至添油加醋地告诉弗朗茨 西西也选择了站在她这边 这让深觉背叛的弗朗茨彻底绷不住了 侍女让皇后脱下上衣 随后她把自己的掌心搓热 用一种特殊的手法帮皇后检查 在根据床头柜的小本子记录 皇后的月事已经迟了一个月 侍女确定地告诉西西她怀孕了 西西立马跑去弗朗茨面前 想要与她分享此刻的喜悦 然而弗朗茨此刻却因为弟弟的挑拨 对西西产生了怀疑 非要西西亲口澄清 自己与马克西米没有任何事情 这无疑伤到了西西的心 两人之间的气氛也变得不太融洽 这使西西说出大公妃让她离开弗朗茨 可弗朗茨也认为大公妃是对的 西西的任性妄为的确影响了她 她也希望西西能够做一个懂事的皇后 弗朗茨的态度让西西不禁赌气地说出 西西选择返回巴伐利亚 她宁愿去疯人院当疯婆子 也不要再在这里当一天的皇后 对婚姻和皇宫的美好幻想彻底落空 她也决定隐瞒自己怀孕的事 才能成功地逃离这座囚禁她的牢笼 随后弗朗茨也告知了母亲西西的决定 夜幕降临 此时的西西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准备离开宫廷 而与此同时前线传来消息 俄国已经撤兵 弗朗茨在军中的威望大大提升 马克西明想在此时篡位是不可能的 眼见局势稳定 大公妃也来送西西最后一程 而弗朗茨此时 也收到了那条与西西定情的马尾手链 记忆顿时如潮水般袭来 她本想去追回西西 但此时的西西已经来到百姓聚集的宫门口 他们举着火把无声的呐喊 却都被这座威严的皇宫吞没 西西此时下令打开宫门 全然将上次的教训抛在脑后 缓缓地朝着人群中走去 迎接她的是婴儿的啼哭 以及一张张善良的面貌 而此时赶来的弗朗茨看到这一幕 却止步在了宫门之后 西西皇后走进人群 与百姓们握手拥抱 勇敢地向他们交付了自己的信任 看到这一幕后 弗朗茨终于也下令打开了宫门 西西皇后第一季的内容到此结束 这一版吞下了电影版的童话滤镜 更真实展现了那个动荡的时期 西西公主的蜕变与成长 性格天真烂漫的西西在嫁入皇室之后 被种种规矩限制不能继续自由的生活 对于爱情婚姻的美好幻想也走向破灭 接下来的生活还将面临更多挑战 西西需要改变环境还是改变自己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